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政务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优雅开始回落的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今天我们来关注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之争 这场短兵相接火药味十足的商战 从爆发到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一个多月 火爆的程度有增无减 对阵双方 一方是以国美电器前任主席黄光玉 及其家族为核心的大股东 另一方则是以国美电器现任董事局主席陈晓 为代表的管理层 最新的消息说双方将会在9月28号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展开最后的决战 一分输赢 同在国美一个屋檐下的双方为何今天会反目呢 控制权之争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已经被大股东方面提名担任执行董事的神秘人物 邹小春和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 分别接受了经济半小时栏目的专访 细说其中的缘由 我们先回顾一下事件的前前后后 2010年8月盛夏的北京 位于东四环彭润大厦的国美电器总部 气氛或许比外面的天气还要燥热 8月4号晚7点30分 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陈晓收到了创始人 兼大股东黄光玉的代表公司发来的信函 要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 并审议撤销股东周年大会通过的一般授权 撤销陈晓的执行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 撤销孙以丁的执行董事职务 提名邹小春黄彦宏为公司执行董事 而在监狱等待二审的黄光玉也许未曾想到 不到24小时陈晓就毫不客气的摊牌 8月5号国美电器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黄光玉就2008年1月及2月前后 回购公司股份中被指称的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 及信任的行为向国美作出赔偿 两天的时间一份动议和一则起诉 把黄光玉和陈晓推向了一轮对决的舞台中央 一场欲内欲外的交战 在这个盛下凌空打响 这是一种黄先生的强力的这种个人控制欲望 想临加于公司指上 而这个方式今天的国美是不能接受的 陈晓现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 1996年创建上海永乐家电 2006年7月国美电器宣布并购永乐家电 随后进入国美电器担任总裁 黄光玉入狱以后成为国美董事局主席 他的联系已经代表不了我们的利益 保护不了我们的利益 而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发表说要提我们 踢走大股东 这明显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邹小春国美电器执行董事候选人 黄氏家族代言人律师 在上市公司中关村董事长许忠民与黄光玉 一起涉嫌经济犯罪被羁押后 霍伟认为中关村副董事长主持日常工作 更被媒体誉为陈晓的潜在阶梯者 如果我们把时钟挽回播四年 就是2006年8月6日一段电视节目 那时的黄光玉和陈晓 刚刚完成了中国家电史上 最大的一宗连锁企业并购案 态度友好 气氛融洽 很多业界的朋友 包括媒体的朋友 都认为国美和永乐的合并 特别像一场婚姻 听到这个消息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 很准确是吧 陈先生是不是也觉得很准确 应该是 我们可能未来还要共同生活 在这之后 陈晓便受邀担任总裁 成为国美电器的二号人物 在彭润大厦十八层 他和黄光玉的办公室完全对称 一样大小 一样豪华 一样的名车座驾 黄光玉在任何场合 从来不说国美收购了永乐 而是国美永乐合并 他甚至考虑到陈晓是南方人 可能施不惯北方的饮食 因此特地嘱咐家里的厨师 每天多做一份 那时的陈晓与黄光玉 可谓相交甚欢 陈晓曾谦虚的对媒体说 我是以职业经理人的心态 到国美工作的 而黄光玉更是公开表示 再也找不到 比陈晓更合适的总裁人选 可是四年之后 为什么昔日的蜜月 与情意荡然无存 从竞争对手到并肩作战 从惺惺相惜到公开举列 双方究竟上演了怎样的纠葛 这还要从2008年年底 黄光玉入狱后说起 当时的国美四面楚歌 供应商不在供货 银行停止贷款 资金链严重危机 融资成为燃眉之急 当时负责寻找投资者的 陈晓告诉记者 在与华平 KKR 贝恩 黑时 凯雷等众多投资者接触后 2009年6月 最终国美和贝恩资本达成协议 贝恩以18.04亿港元 认购国美新发行的 七年期可换股债券 初步化解了 自黄光玉被捕以来的 现金流危机 然而 这却成为了黄光玉和陈晓 走向决裂的起点所在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 协议的附加条款 这些条款包括 首先 国美电器 许确保贝恩资本的 三位董事人选 加入国美董事会 否则属于国美违约 其次 与现有核心团队绑定 如果现任董事会中 陈晓 王俊周 魏丘利三个执行董事中 两个被免任 也属于国美违约 以上两项 一旦违约 贝恩资本 有权要求国美电器 以1.5倍的代价 即24亿元 赎回可转债 贝恩作为一个财务的投资者 他就提出了三名非资董的名额 还有一个 还要指定一个独立董事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考虑 那大股东 他要指定多少名董事 还有摩根斯坦利 杰拼摩根 复达这些股东 是不是也要派董事进来 随着再融资协议交割完毕 2009年8月3日 国美董事会宣布 委任贝恩资本的朱家先生 雷燕先生 以及王力宏女士 为非执行董事 至此 在公司董事会成员 不得超过11人的前提下 国美董事会 有5名来自国美电器的执行董事 3名来自贝恩资本的非执行董事 以及3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 就是数量如此之多 而且还捆绑管理层 这就已经超过了财务投资的 对自己投资安全的这种需求 就很明显有控制公司的这个意图 作为企业领导人陈晓先生来讲 他不能够去答应这些要求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董事局主席 他要考虑平衡 但陈晓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他告诉记者 贝恩在世界很多地方投资 都有类似的条款 并非只针对国美 而且在当时众多投资者中 能够接受大股东股权比例如此之高 且不被贪薄的只有贝恩一家 他们放弃了类似的要求 实际上对企业的治理的透明度 治理的这种结构的环境变化 就有要求 也就是说他们要更多的董事会协谓 来确保在公司在治理上 是规范的有序的透明的工程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条件 像对于这种重大融资权的省批权 是应该属于股东大会呢 还是属于董事会呢 那么像并投资这样一个 当时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范围 那么完全在董事会的这个权利位范围之中 也就是说股东大会已经授权给董事会了 但在邹小春看来 虽然拥有授权 但陈晓在谈判和拟定合同具体条款时 并没有与大股东进行必要的沟通 许多被黄光玉认为是损害大股东权益的条款 就这样签订了 陈晓先生不但包揽了董事局 也包揽了大股东 所以才造成了这个大股东 对这次发股龙再有很大的意见 从那个事件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大股东 只要能救活公司 什么样的方案都可以用 那么对于融资的具体条款 他知不知道呢 在第一时间上他根本就不需要知道 但深陷淋雨的黄光玉 还是知道了这样一份对他不利的合同 在第二年的国美电器股东周年大会上 他在12项决议中连续投出5项否决票 包括否决董事会任命贝恩资本朱家等3人 为非执行董事 黄光玉的这一做法差点让国美违约 并付出高达24亿元的赔偿代价 在黄光玉看来 以陈晓为首的国美董事会 对大股东不负责任 他用投票表达心中的不满 而陈晓却认为 这是黄光玉对董事会的不信任 和对国美的不负责任 当晚国美电器紧急召开董事会 否决了股东投票 强行委任 贝恩三名董事加入董事会 就此 黄光玉与陈晓的矛盾完全公开化 股东大会在公司是拥有最高的权力 而董事会只是一个执行机构 那么在我们看来国美董事会的角色 似乎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当然这个大陆的这个法律体系 和英美法律体系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从我们这个百分之大公司的公司法 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董事会它是有这个权利 在董事会的这个董事组成 有缺不满额的情况下 董事会有权利来推荐董事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只要不违法 董事会都无权改变 但是国美电器是一家 在百慕大群岛注册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因此遵循的是百慕大的公司法 百慕大的公司法 它也没有对这种情况 做出一个详细的规定 第二呢 我觉得就是陈晓先生 对股东大会决议 总是对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规则 不尊重 尽管大股东反对 但贝恩的三位非执行董事 还是走马上任 两个月后 也就是2009年7月 新的国美董事会 推出了高管期权激励计划 国美电器宣布 把占现有已发行股本 约3%的股权 授予105名高管 激励范围覆盖了副总监以上级别 特别在欧美这种成熟的市场上 这是一个失踪见惯的 激励团队为公司 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的一个工具 但在黄光玉看来 陈晓推出期权激励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为了激励团队 而是收买人心 而人们也的确看到了国美高管们的态度角色的巨大变化 当初和陈晓一样 被大股东黄光玉推荐进国美董事会的另外两名董事 王俊舟、魏秋莉也站到了陈晓那边 而他们曾经深得黄光玉的信任 黄光玉入狱后更是代持他的签字权 8月12号 国美五位高管更是罕见的坐在了一起 副总裁李俊涛、孙以丁、何杨清、牟贵先和首席财务官方威 他们众口一词的是与陈晓共进退 此时的黄光玉已经感受到国美正离开自己的控制越来越远 在双方你来我往的公开信中 黄光玉方面指责陈晓扛股东之凯 不按业绩考核盲目给部分管理人员期权变相收买人心 而陈晓方面的回应则是 基于稳定高管团队 更是奖励相当一部分高管长期在公司服务 以及在此次危机中的突出表现 国美04年上市之后 就一直对期前经济的方案在进行研究 并且在07年的股东大会上 授权董事会来制定方案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大股东反对期权的问题 既然这个期权纪律是可能早在2007年的时候 股东大会就已经获得这样通过了 但是为什么在2008年大股东入狱之前 都没有让高管有燃止期权的机会呢 期权它推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 任何公司在推出都是要做详细调研的 这一点可以从苏林也可以得到验证 而陈晓在这方面就做的是非常不好 他很充忙的就推出了这个期权方案 也没有跟大股东沟通 可能相比于大股东 陈晓更懂得分享 更懂得应用现代企业制度的这种机率模式 去聚拢人心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误解 就是大家都知道 国美这个团队20多年都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那就肯定是证明 期权至之前的一些机率手段是有效的 否则就达不到一个稳定的效果 尽管邹晓春和陈晓是分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但是在镜头前呢 他们仍然是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激烈的程度不亚于是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会 双方讲述的各个细节 可以说公有公理 婆有婆理 让人一时难断是非 但是这场控制权之争的胜负揭晓日 已经是被定格在了9月28号 国美电器的各大机构投资者们 很可能会在那天的临时股东大会上 做出最后的决定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围绕国美电器展开的这场控制权之争 情节是跌宕起伏 关系错综复杂 其中呢 既包含了黄光玉家族和陈晓吉管理层之间的个人恩怨 又引发了公司治理结构当中一系列敏感而微妙的矛盾 所以在外人看来 这场商战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一部电视连续剧 那么为了在9月28号的临时股东大会上赢得主动 双方又打出了哪些制胜牌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要想清楚的了解国美内战的实质 那么一定要知道国美电器的股权结构 根据国美电器2009年年报 作为国美电器第一大股东的黄光玉 与其妻子杜娟 持有国美电器33.98%的股权 贝恩资本持股10.81%为第二大股东 摩根大通持股9.01% 摩根士丹尼持股6.6% 陈晓则持股1.47% 根据百慕大的法律规定 股东大会的重大事项 只需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通过 这就意味着 当某位股东的股份大于总股本的三分之一时 他就拥有了否决权 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议 为此黄光玉必须守住目前的近34%的底线 此外 如果在国美项顺利通过某项重大决议 同样也必须获得三分之二股东的通过 在国美 机构投资者占到了44.84% 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意见 将最终决定国美控制权战争的胜负 为了进一步争取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从而获得更大比例的控制权 黄光玉和陈晓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2010年8月23号18点30分 香港中环四季酒店四楼 国美电器中期业绩发布会准时开始 2010年上半年 一番各项财务数据显示 国美业绩 一如外界所料 国美电器交出了一份漂亮的中期报告 彰显了陈晓 以及高管团队在逆境中高歌猛进的能力 被誉为国美争权战的首个关键砝码 陈晓将投资收益率放到第一位的立场 在机构投资者面前也颇具优势 备恩的转股意味着黄光玉家族拥有的投票权 将由33.98% 贪薄至30.67% 而陈晓家贝恩的组合 将在9月28日临时股东大会上 直接掌握约12%的投票权 而十大机构投资者 合共持有贪薄后的股权 约为23.2% 也就是说 如果陈晓争取到了绝大多数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他们即可超越黄光玉所持有的股权 那么陈晓将在股东大会上稳操胜券 但是就在第二天 黄光玉方面迅速做出了回应 8月24号及25号 黄光玉控制的公司透过公开市场赤资2.91亿元 增值国美0.8%的股权 8月30号及31号 再赤资4亿元增值1.7705亿股国美股份 相当于1.176%股权 至此黄光玉持有的国美股权增值约35.98% 扩大了对陈晓所掌握股权的优势 这也意味着陈晓和贝恩股份将要花更多的精力来争取更多的机构投资者 才有可能打赢这场争取战 黄光玉先生的产业很多 资产很庞大 除了国美电信以外 他也有地产方面的投资 他名下也有上市公司 中关村 从他在近期增值不超过2%的股份来看 他是有资金调配能力的 大战前夜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 就在陈晓带队的国美管理层还在国外进行投资者路眼之际 8月30号 黄光玉案终审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 黄光玉妻子杜娟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期三年执行 并当庭释放 原国美电器决策委员会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胡刚 曾和杜娟共事 他告诉记者 杜娟作风干练 做事得体 应与流利 曾是国美与机构投资者沟通的重要渠道 他的回归无疑是黄光玉手中突增的一张王牌 杜娟的回归就意味着一个实力派主将的出现 那么因为国美电器一直执疑黄石家族人员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杜娟的回归呢把这个问题已经削减了很多了 但是即便拥有了杜娟这张王牌 黄光玉方面依然不轻松 因为增发牌才是陈小手中真正的杀手锏 从2005年开始在当时还是黄光玉主持下的国美董事会 就开始享有股东大会授权的20%的配发发行及买卖公司股份的一般授权 而现在如果以陈小为首的国美董事会在9月28号股东大会之前增发20%股份 作为大股东的黄光玉将会面临巨大压力 因为如果以现有股东按持股比例认购 并以过往5日的收盘价值平均价2.292港币计算 黄光玉至少需要筹措24.7亿港元的现金 才能够保持他现有的股权比例 而如果国美董事会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增发 指定新股购买对象 那么黄光玉很可能被排除在外 这样他现在所持有的35.98%的国美股权 将在增发后被摊薄至29.9% 而股权一旦被降至30%以下 按照香港上市条例 如果他想要增持到30%以上 则将触发全面收购要约 我们现在所担心的就是 陈晓在为踢走大股东而增发 这是不可容忍的 在8月23号的国美电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对于是否增发何时增发 如何增发 陈晓惠莫如深 尽管陈晓并没有就增发问题 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当天晚上 国美董事会公布的新五年计划 资金需求高达70至100亿元 似乎又表明了增发不可避免 我们也提到了 可能他现在的现金流是59.9亿 就不到60亿元 那这样看来的话 我们觉得这确实里面 也是存在着一个资金的缺口 第一 这个资本计划 不管合理不合理 它都不是一次性投入的 第二 就是公司每年都是有现金 有利润的 除了利润之外 在企业经营当中 它有一些现金流回来 现金流回来 所以通过有这三方面的原因 蒸发都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都是没有必要的 8月27号 黄光宇方面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 在目前国美资金充裕的情况下 在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前进行增发 如果执意增发 要求认购根据现有发行授权 可能发行的股份总数 55%至65%的股份 甚至黄光宇开出的认购价 比增发价溢价5% 而对此国美董事会回应说 目前并没有做出任何发行股份的决定 另一方面 作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 及关联人士 黄先生及其联系人士 实际上不能按其所要求的方式 参与根据一般授权做出的股份发行 随着9月28号的临近 相信围绕着国美的这场争夺战 还会爆出更多的新闻猛料 还会发生很多让人目不暇接的商战招数 但是无论是黄光宇还是陈晓 无论谁最终拿到了国美的控制权 恐怕他可能都不是赢家 黄光宇已经为当时他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即便他以大股东的身份重新夺回了控制权 他也需要重塑国美在投资者和消费者心目当中的形象 这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而如果是陈晓继续掌控了国美 同样 如何排除大股东的干扰 让国美走上平稳的轨道 以及如何解答社会舆论 对他这位职业经理人 踢走了大股东的质疑 陈晓继续经营国美的道路也不会平坦 对于旁观者来说 这一事件更是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配 尤其是我们的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 我们该如何设计企业的股权结构管理规范 而避免出现大股东与管理团队之间的冲突 国美之争里面 其实有许多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和思考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您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来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是您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也可以发到栏目的QQ8308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含 请不含 depend